我们今天来聊一聊一个独特的现象 当然这种现象不是最近才发生的 就是你会看到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买房登目的 不是出于居住而是达到某种目的 那有人说买房子是为了投资 是吧为了赚钱 有人说是为了抗通胀 也有人说是我买了房子以后 我为了放骨灰 有的时候我们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你的邻居有可能是骨灰 而不是我们活生生的人 那这种现象在各地其实并不少见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其实和我国这种一些殡葬的一些收费标准 以及我们房地产独特的现象有关 今天我们就来具体来说一说 之前有曾报道过这样的事情 就是有很多人看上了一些便宜的鞋子楼也好 或者是公寓也好 或者说一些住宅 对吧 他买了以后你也看到平时都没有人来住 只是偶尔的亮灯 但是亮灯以后也是大门紧闭 你根本不知道干什么的 到最后可能你偶尔看见 你看着有别人捧着这个小盒子一样的东西 你可能会多一份猜测 但是呢 进而你的心里会产生一定的恐慌 所以呢 我们有的时候呢 就是感觉出来这样的事情以后呢 进而来就会影响整个小区的这个房价 那你要知道呢 在中国过去的几千年里是很少有火葬的 我们能听说的火葬是什么呢 就是之前在古代我们听说呢 有这个高僧 是吧 作画了以后呢 这个火化 火化了以后呢 就会有舍利子 这当然呢 是佛教的一些搞法 但作为我们普通的这种老百姓呢 在过去的几千年的时代里面呢 基本上就叫做入土为安 对吧 我记得呢 在我小的时候 我爷爷呢 死的是比较早的 2003年的时候 我爷爷死的时候呢 在我们当地的农村 就实行的是土葬 而且呢 我们在每一年过年的时候 虽然呢 我们是需要放鞭炮的 这属于是一个热闹的习俗 对吧 但同时呢 在放鞭炮的时候呢 有很大的一部分鞭炮呢 是用来上坟的 我记得呢 我小时候过年的时候 在我们家啊 就是在我们农村 在我们家周围的那个山上 这一圈啊 大概是有十几个坟头 这十几个坟头呢 从我小时候 我爷爷奶奶就跟我讲 那这个坟啊 是我们的老祖宗 那到我这一代散下来呢 都已经七八代的 以前的老祖宗 我根本都不知道 不认识 但是呢 我从小就记住了这些老祖宗 一直呢 到我们最近的 就是到我的太爷爷太奶奶这一代 最后呢 我爷爷奶奶也死掉了 当然他们都是土葬 那每一年呢 到了所谓的这种清明节啊 到了这个过年的时候啊 到了刚过完年的真月份 那这些时候呢 我们都是要需要记组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拿着这个买的活纸啊 包括现在的一些卖的一些啊 我们说的一些丧葬的一些用品 包括呢 鞭炮啊 证明了后人在缅怀 那么到了这个慢慢的呢 很多人就开始进城了 对吧 我们也知道呢 我们的人口是从这个农村啊 向城市当中转移的 对吧 你城市当中呢 你为了这个发展 你也不可能啊 全部都搞土葬 对吧 一是呢 就是可以说会给很多人心里面 引起这个恐慌二是呢 他也不美观 也占地方 好 最后呢 我们实行什么呢 火葬 火葬大家都知道啊 烧完了以后呢 最后就剩你这个骨头渣了啊 然后呢 这么一个小盒啊 装起来就可以了 以前的这个小品里面不就说吗 这个小盒才是你永远的家 这个呢 说的一点也没错 按照现在的我们这个城市当中的规定呢 我们最终的所有人的一个归宿呢 就是这么一个小盒子 按正常来讲呢 就是如果我们啊 死了以后被火化了 那是需要有地方安置的 当然我们不可能放在家里面 对吧 我们也知道一点啊 在之前你放在家里面肯定是没问题的 因为那属于是自己的亲人 但是你要知道一点 就是1998年以后 那我们的房子就属于是商品房了 啊 懂什么意思吧 商品房 它就具有交易的属性 那么交易的前提就是在大家啊 不违背各种的这个风速良徐 那我们才有呢 这个交易的价值 对吧 你想想 如果你在家里面摆一个骨灰盒 那你自己感觉没什么啊 那是我们的亲人啊 我们逢年过节的祭拜 但是呢 当我们有一天啊 我们因为各种原因 比如说想换房子 想换一个更大的房子 或者说呢 要用于经营 我们想把这个房子卖了变现 啊 这个时候呢 别人啊 要买你的房子来看房子 你说 一进来就看见骨灰盒 盛不盛的话 对吧 所以呢 这种东西一般就不放在家里面 那放在哪呢 你不可能难放吗 那这个时候呢 就有公募管理了 我们要买墓地 啊 对吧 要买那这个骨灰盒的这个格子 啊 这个时候呢 这是要收费的 为什么 人家也不可能免费让你放 你想一想 你的东西放在一个地方 人家还给你呢 要保管 还要维护 对吧 你买的墓地 你不可能说你天天来吧 人家啊 你买了墓地以后 你需要有这个墓地的费用 你还有管理费 维护费啊 等等啊 人家要经常给你收拾啊 对吧 怕这个风吹日晒啊 啊 等等等等 你交了钱 别人帮你办事 这个呢 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呢 我们说这个墓地呢 也不是永久的 它是有一定年限的 这个年限是多少呢 一般都是20年 对吧 也就是说呢 呃 你的亲人在这里放置了20年以后 你是需要再需要进行续费的 啊 再进行续费呢 又可以续20年 那么如果在这20年的时间到期了 你的这个墓地没有续费 在发布通告一段时间以后呢 就会当作啊 这个无墓主人这个情况来处理 那什么意思呢 你的骨灰啊 可能就会从这个墓地给起出来 然后呢 统一处理 那统一处理的样式就多了啊 在这里就不细说 但总之呢 你不能不交费 又占着这个地方 你不交费 那我跟你讲 这个地方呢 就用于别的啊 骨灰的存放 别人还要用 因为我们也知道呢 现在城市的整个规划啊 我们城区虽然扩大了 但是呢 我们的墓地也是非常紧俏的 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墓地的价格 根据各地的管理不同 它的价格是很贵的啊 不是说啊 一千块钱 两千块钱啊 就能够解决的 为什么有些人感慨啊 说活着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的压力 我们又生病 我们又干嘛的 对吧 我们现在的压力太大 对吧 死了以后呢 我们在死之前 还要为自己买目的 总之啊 我们活得很累 但是没办法 对吧 人口的红利 造就了我们的经济发展 经济发达 我们的腰包股了 但是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啊 这种土地使用上的压力 所以呢 我们就是到期了以后 那就呢 有统一的处理方法 那还是那句话啊 就是我们有很多人呢 就是只是这个感情 只是在三代以内啊 或者是四代以内流传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 现在作为我这个年纪 对吧 我可以记得我父母 我可以记得我爷爷奶奶 我再可以呢 记得我的太爷爷太奶奶 我太爷爷太奶奶的 再上一半 我就不知道了 对吧 这个都是口口相传的 那么一代一代这么传下来 就是大概就只能记得四代人 那么你要想一想 一个问题啊 就是呢 我们的父母 为他们的父母 那在同样的 就是说啊 在买目的 对吧 那将来有一天 我们的父母 百年以后 我们也需要为 操心为我们的父母啊 处理这些事情 好了 当一个现实问题 摆在你面前啊 一个孝道 摆在你面前 怎么办 我们不可能啊 我们不孝顺父母 对不对 活着的时候 我们要孝顺 死的时候 我们也会 要让他心安 那这个时候 就面临目的的选择问题啊 在现实生活当中呢 我们有很多人 那这个钱 可能不凑手啊 为了我们的生存 我们不可能 有太多的积蓄 那现实的价格 就摆在这儿 那怎么办呢 于是就有人另批习近 啊 这个墓地呢 我们可能不经常去 而且呢 价格昂贵 有的时候呢 可能位置呢 我们也选不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选择 相对独立的公寓 或者是呢 相对啊 郊区的这种住宅 它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是 一是便宜 二是这个产权 完全归自己 三是呢 它的自由度比较大 你想想在墓地啊 就那么一平方两平方 而且呢 这个地方呢 不是说啊 全部由你来操控 但是我买一个房子啊 买一个公寓放骨灰 那不一样 对吧 我放在哪 我什么时候放 我什么时候来祭拜 那都是我自己的事情 只要呢 我不引发一系列的火灾啊 一系列的问题就可以了 物业费我照交 水电我照交 那这个房子呢 我还拥有产权 公寓可能我有40年的产权 那如果是住宅的话呢 我可能拥有70年的产权 对吧 谁也说不着我 虽然有些专家跳出来说 那从这个道德层面 讲也好啊 从哪方面讲也好啊 这个东西你放在住宅里面不好 但我们问题 另外一方面来想一想 如果墓地的价格便宜 如果老百姓能够有更多的自主权 那么你想一想谁愿意买一个房子来放骨灰呢 谁都知道放过骨灰的房子 它会贬值 那可能很多老百姓在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就笨着啊 就是我专门用来放骨灰的 我为什么不去考虑别人的感受 因为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但凡有一点办法的情况下 我也不会这样去处理 所以这种事情呢 虽然现在报道出来了 但是你没有一个具体的东西去约束 去管 对吧 因为房子属于呢 是私人住宅 你没有正当理由 你不可能去私闯民宅的 再说骨灰这个东西呢 也不是说什么见不得人的 对吧 它是人存活在世界上唯一的证据 所以你也管不着 也是一种呢 无奈而为之的情况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